第143集 兰兰 我在开车呢 叶浩轩被他衣领出的两团半球晃得两眼发滑 双手都有些颤抖 正兰兰这才老实地下来 可是还没有安静片刻 他要兴奋地问 姐夫 我姐和我身材哪个好 都好 叶浩轩有些郁闷地说 这不是引诱人犯罪吗 他脑海里下意识地出现了 为正兰兰针灸时 他内身性感的内衣 以及在按摩中心正双双 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下比较 哼 打的话言不由衷 没有诚意 正兰兰不悦地说 在叶浩轩一路惊心动魄中 两人来到了银行 银行里早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两人是银行的大客户 静止地来到了VIP窗口 由于十一黄金周快要到了 夏村新打算给每个员工发放红包 所以需要的现金比较多 郑兰兰做采购不行 老是出错 但在财务做的确实不错 看来还是专业对口才行 掏出了钱 郑兰兰把钱装进一个袋子里 正要出门的时候 门口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紧接着通通两声枪响 门口两名保安应声倒地 有劫匪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银行里的人马上乱作一团 人们惊慌失措地乱窜了起来 叶好轩一把抱过不知所措的郑兰兰 顺势蹲下 眼下银行场面混乱无比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动 姐夫 郑兰兰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 惊得脸色苍白 他紧紧地抱着叶好轩 一动也不敢动 没事 别怕 叶好轩安慰道 有些人向银行的门口冲去 但是六名头戴丝网 手中拿着或长或短家伙的劫匪 迎面走了进来 砰砰几声枪响 几个人倒在血泊里 全部蹲下 都不要动 我们只求财不要命 一名劫匪手中端着一把AK-47 对着天花板就是一缩子子弹 银行里的人全部老老实实地蹲了下来 趴在地上 双手抱头 谁动谁吃花生米 几名劫匪吆喝道 这会儿劫匪显然不是一般的劫匪 但是手中的家伙就五花八门 人们老老实实地按照劫匪的话趴在了地上 一动也不敢动 嘿嘿嘿 小姐 麻烦你严肃点 我们这是在打劫 一名少妇趴的姿势有些不雅 劫匪照着他丰满的臀部就是一巴掌 然后嘖嘖弹道 嘿嘿嘿 手感不错 一名劫匪拿着自制的炸药 贴在银行的挡风玻璃上 然后抱头蹲在一边 启动按钮 轰得一声响 银行的防弹玻璃被炸松 一名劫匪一脚把玻璃踹开 跳过去静止把一个胖胖的经理拉了出来 银行的挡风玻璃质量是不错 但是工程质量不敢恭维 一个炸弹就把玻璃炸松 几位大哥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那经理吓得哆嗦嗦的 连话都有些说不胡论了 让你的人把袋子装满 动作快点 满一秒 上一颗花生米 劫匪的首领 手一挥 一名劫匪丢过来几个袋子 好好好 我去 我去 经理连忙捡起地上的袋子 他动作烧满 一名劫匪罩着他的脚后跟就是几枪 经理吓得抱头数窜 动作再也不敢慢 老六 警察还有几分钟到 劫匪首领问 放心吧 猴子他们已经在必经路上制造混乱了 现在路上连环吃货 他们一时半会赶不到 一名劫匪回答 银行现在都装载有自动报警系统 就在劫匪进门的瞬间 已经有银行的工作人员按下了警报 只是这些劫匪是经过精密的策划的 一伙人在银行打劫 另外一伙人在路上制造混乱 让警察一时半会赶不过来 劫匪的首领四处张望 一眼瞥见躲在角落处 抱在一起的叶浩轩和郑兰兰两人 郑兰兰原本就长得极为漂亮 再加上打扮特殊 今天的她修身裁剪的小西装勾勒的显瘦身材 内搭白色的打底衫 下穿浅蓝色的短裙 咖啡色的丝袜下踩着高跟鞋 气质优雅干脸 再加上双眼中的恐慌 更是容易激发男人心中的兽性 妈的 发现了个极品妞 眼气真好 劫匪首领斜斜的一笑 丝袜下的面容显得有些扭曲 她提着手中的AK向郑兰兰走去 要钱我给你们 叶浩轩到时镇定 提起郑兰兰手中刚取的现金交了过去 劫匪一脚把带子踹开 钱洒了一地 劫匪吟笑道 嘿嘿嘿 小妞 陪大爷玩一玩吧 说着 丢开手中的枪 对郑兰兰上下起手 姐夫 姐夫救我 郑兰兰尖叫 他拼命地撕扯着劫匪 混账 叶浩轩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力气 今天他原本不想管这闲事的 但既然这些人活够了 他不介意送他们一程 叶浩轩猛地窜起 一拳轰出 寸劲凝聚在拳头上 瞬间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道 这一拳正中劫匪的喉咙 叶浩轩这一拳把劫匪的喉骨烘碎 劫匪哼的眉哼一声 一团鲜血从他的喉咙中窜出 然后就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眼界是活不成了 大哥 离他最近的一名劫匪目姿欲裂 扬起手中的手枪就要开枪 叶浩轩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残影 下一刻 骤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双手抱着劫匪的脖子一扭 咔嚓一声响 劫匪被扭断了脖子 叶浩轩顺势把他挡在身前 向另外一名劫匪重去 那名劫匪大声吼叫 手中的AK连发 直接将挡在叶浩轩前面的那劫匪 打得稀巴烂 叶浩轩瞬间解决掉了三个人 剩下的三个劫匪大惊失色 其中一名劫匪抄起手中的AK 向叶浩轩扣动了扳机 叶浩轩怕他乱扫一通伤人 受益扬一根银针脱手而出 那名劫匪的枪灯时一哑了 他只觉得身体僵硬 浑身上下渐渐的冰冷 余下的两个劫匪 叶浩轩同样一人赏了一根银针 叶浩轩手中的银针又快又准 余下的三名劫匪一动也不能动 呆立在当场 他们体内的血炎逆流 紧接着七巧流血 接二连三地倒在了地上 叶浩轩一连串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便把六名劫匪解决 直到现在 人们方才如梦初行 一个个不要命地向外面跑去 由于交通堵塞 事举紧急地调用直升机到达现场 因为这群劫匪凶极恶 而且手中持有自动武器 直接是特警出动 叶浩轩刚刚解决六人 外面的直升机呼啸而来 十余名特警从直升机上跳下来 手持武器冲入银行 好了 没事了 不要怕 解决完了这些劫匪 叶浩轩这才安慰郑兰兰 姐夫 郑兰兰几乎被吓傻了 她扑到叶浩轩的怀里放声痛哭 过了五分钟 警察赶到了现场 法医确定了六名嫌疑人死亡 下手的人手法又快又准 几乎都是一招毙命 尤其是有三名更是离奇 他们的死因只是一根小小的银针 一大批记者涌来 把叶浩轩的去路堵得水泄不通 他们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话筒 举到叶浩轩的跟前 迫不及待地提问 叶浩轩象征性地回答了几个问题 就推托着要离开 他不愿意面对镜头 而在这个时候 一个记者突然提问 叶先生 你不是执法部门的人 这样出手击毙歹徒 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罪不至死 你这样做 是否防卫过当 每次记者的提问 总有几个刁难的问题 只是这一次叶浩轩心烦意乱 听了记者的话他大怒 他一把扯住记者的衣领 直接把他拉到几名伤者的跟前 这次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三人重伤 死亡的是两名保安 叶浩轩直接把那记者 摔倒在死者的身上 喝倒 照你这样说 这些无辜的死者就应该死 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 狗屁的权利 叶浩轩怒急 这个记者的问题 让他生平第一次对媒体反感 他一把将这记者 推倒在死者的身上 那记者沾了一身的鲜血 他惊恐的尖叫 打人了 叶浩轩打人了 自从上次起死回生的遗述后 叶浩轩向来是媒体关注的对象 无疑他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 这记者这样一吼 马上便有警察围了过来 什么事 一身警服的陈珞熙走了过来 因为这次的事件比较严重 所以影响比较大 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他亲自着手处理 他打人 那名记者指着叶浩轩叫道 有谁看见了 陈珞熙冷冷地向记者扫尸了一圈 他眼中的含义 让在场所有的记者心中意涵 没看到 叶医生一直在接受采访 那货是自己跌倒在地上的 他是在炒作自己 一大群记者非常识趣 十分配合陈珞熙 你当心点 再敢乱说 就到警局去 陈珞熙盯了那记者一眼 然后和叶浩轩一起离开 我可不可以走了 叶浩轩被刚才那记者问得心烦意乱 所以想快点离开现场 不行 做完笔录才能走 你出手就是六条人命 事情的经过我们要了解 陈珞熙淡胆地说 不是有监控吗 对了 这些人是有预谋的 警察赶来的途中 连环车祸也是他们的人制造的 还有漏网之鱼 你怎么不早说 陈珞熙气急败坏地瞪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拿起电话吩咐了几句 我哪有时间说呀 一出来就被记者围上了 叶浩轩没好气地说 走吧 回警局 坐笔录 陈珞熙丝毫不留情面 不去 我还有事 要做就在这里做 叶浩轩脑袋一缩 到了警局可是这牛的地盘 他能玩着花样地整自己 而且还能让自己哑巴吃黄莲 这可由不得你 陈珞熙冷冷地说 正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摸出来手机一看 是许彤彤的电话 叶浩轩有些疑惑地接通了电话 叶浩轩 你赶快过来 许英她 她要跳楼 许彤彤已经带着哭腔 话筒那边声音嘈杂 什么 她之前不是好喝的吗 叶浩轩吃了一惊 前几天她去看许英 她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 现在怎么说跳楼就跳楼了 出事了 网上昨天晚上流传了一个不雅视频 上面正是徐盈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 所以才会这样的 你快过来吧 劝劝她 许彤彤着急地说 马上过去 叶浩轩挂断电话 严肃地说 我有个病人精神不太正常 现在要跳楼 我要马上赶过去 看叶浩轩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陈若曦微微一争道 我送你过去 在哪里 理工学院要快 陈若曦的车技不是盖的 在防华的市区之间 能把警车标到最高时速 叶浩轩一路急催 陈若曦扯开警笛 几乎是一路绿灯赶到理工学院的 在理工学院的宿舍楼下 站满了围观的人群 警方已经拉开了警戒线 消防已经在地上铺上了气垫 这幢宿舍楼有十层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素白的身影 站在顶楼的边缘处 随时都可能会跳下来 怎么办 我们劝她都不听 你快想想办法 许彤彤和张悦哭着说 我上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跟她说 叶浩轩向陈若曦一指 然后匆匆地向楼梯扣走去 这次宿舍管理大妈没有拦着 只是叹气道 小伙子 劝劝那姑娘吧 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叶浩轩点点头 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顶楼 顶楼的铁门紧紧地被锁着 叶浩轩摒息凝神 体内的浩然觉急速流转 他对着那红色的铁门轰出一圈 轰的一声俱响 铁门变了形 叶浩轩又补上一脚 把铁门踹开 徐莹 你做什么 回来 徐莹站在顶楼的边缘 今天的风有点大 他单薄的身影在风中微微地摇晃 随时都有可能会跌下去 看得叶浩轩一阵心惊胆战 你不要过来 徐莹突然转身 再向后缓缓地一退 叶浩轩连忙站住身形 微微地喘了一口气道 好 我不过去 你先往里面站一点 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徐莹的脸色很平静 但她这种情况表面越是平静 那她的情况越是危险 现在的徐莹 双眼中根本看不到 一丝生存下去的欲望 没什么好谈的 我没有面目 生存在这个世上 我没有脸面对我的家人 我没脸面对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们 我不是个好人 我放荡 我甚至连坐台的风尘女子都不如 徐莹苦涩地摇摇头 她的事情已经经过网络红了起来 那不雅视频被挂到各个网站的首页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她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 徐莹 不管怎么样 你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你要为自己的父母想一想 不管发生过什么 你都是他们的女儿 你这样一走了之 他们怎么办 我对不起他们 他们寄予我后晚 可我竟然做出这样 让他们丢脸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他们 徐莹难难地重复着这几句话 她突然泪如雨下 我不是幻女孩 可是没有人相信我 我该怎么办 我活着也是遭人白眼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叶医生 你让我一死了之吧 徐莹放声大哭 叶浩轩只感觉到一阵揪心 虽然她跟徐莹不太熟悉 但是她相信徐莹绝对不是那种人 她一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或者说她是被逼的 叶浩轩不相信一个单纯的女孩 会和男人拍出那样的视频 我相信你 徐莹 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 但是我相信你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回来吧 我会还你清白 你相信我 叶医生 你真的相信我 徐莹已争 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 她的双眼中闪过了一丝希望 对 我相信你 不只是我 统统还有张月 他们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你受过什么委屈 你都可以说出来 我替你做主 叶浩轩沉声说 不 没用的 她家有钱有势 我们斗不过她 徐莹难难地说道 突然她抬起头道 叶医生 谢谢你 有你相信我就足够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徐莹突然转过身 再次向顶楼的边缘走去 徐莹 你就这样死了 甘心吗 叶浩轩突然喝道 徐莹的身体一颤 停住了脚步 就算你死了 那个逼你的混蛋 依然逍遥法外 就算你想死 你不能让她好过 叶浩轩喝道 我 我不甘心 她给我下药 侮辱了我 还拍成了视频 她还威胁我 做她的女朋友 我不同意 她就把视频 传到网上 我不甘心 就这样放过她 我不甘心 她会响 哼哼哼